大家好,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 一個議題是說,就是前一陣子,最近也是,就是大家都討論的很激烈也很關注的一個議題 但是自從上學期改成二次亂考,我們從中發現了一些問題 後來我們經由跟學校的校長的訪談,還有一些民意的調查 我們從原本一面的想要改回三次段考,後來今天發現改變了我們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發現了二次跟三次的優缺點不一定要是其中一個 那就,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曹治長,國中部一直以來都是進行著三次定期評量 但因為十二年國教此政策,校長也決定要來改革 十二年國教,為什麼校長要用十二年國教來改革? 因為在學成績的段考都是普列入以後升學的計分 那段考就是普列入基本,那會考只有採集最後的會考 那會考也只有佔三分之一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相關的配套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二段可能還沒有跟老師討論一些相關的措施 然後就把它上架了這樣子 所以如果下學期不論是改回三次或是延續二次斷考 都是學校都會繼續把相關的配套措施把它弄好 下面就是,學生跟老師產生了一些疑惑 於是學校公布改革實施了一段時間後 學生們及老師們都產生了一些疑惑 學生想說原本規劃好的時間都被打亂了 有可能是因為說原本學校的校本課程是循著三次來做分配 那還有一些活動也是一樣 那如果現在改成二次段考就會造成一些比較亂的現象 就像之前師郎研習還有這次專題研究也是延後舉辦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準備的東西多的比較多 就是二次段考就變成一次要準備的內容比三次段考還多 那還有參考書也有問題 就是參考書主要是針對三次做練習 那變成二次的話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就這樣,剛出爐的二次定期評量不斷地被注意 後來我們這個專題小組就開始成立開始行動 不久之後,此專題小組成立了 他們展開了對於學生、老師、家長三方面的名義調查 後來我們就是開始做名義調查跟訪談 那學生主要支持二段就是範圍的時間比較多 可以比較有時間來利用 那三次段考就是因為會考跟融會貫通的問題 最後結果表示支持三段與支持二段的比例 呈現六三比數 然後我們之後就去訪談校長 那第一次訪談的時候,校長有跟我們提到教育體制的問題 那他提到教育體制的問題就是台灣的教育體制 是像所謂的硬式教育 硬式教育的意思就是無論考試然後測驗 然後追求最後的一致化的教育方式 那相較於歐洲他們先進國家的話 他們是比較偏向生活化的教育方式 像校長有跟我們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他們有一次,有一個國家有一次他們入學考試 就是給你一張全世界的地圖 然後他考的就是一個知名車廠 他在世界各地設廠的那個 你要利用你之前所學到的地理知識去應用在這個題目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 就是對以後未來工作的話也非常相關的一個教育方式 那第二次的話 第二次校長有跟我們提到說 他原本三次改成二次段考 中間挑出了同一陣子的時間 為了就是做多元的學習 那多元的學習是什麼 其實就是要我們把之前所學到的所有 不管是考卷上課本裡面各課的知識都應用在我們就是一生活上面 那還有自主評量的部分 自主評量的話就是或許這次改革成功之後 繼續的改革 就可能到讓各白去依照自己班級的狀況做自行的評量 那我們明依調查出來的結果三段與二段的票數比就是六三比數 然後經驗級學生的二段票數是全國中部裡面最高的 那最後我們總結我們發現三段票數人數就是暫時三段人數比暫時二段人數較多 那其支持三段的原因較多是因為三段的準備範圍叫二段而言比較小 然後研究中的叫深入 另外老師補充的內容也比較多 那另外派人支持二段的原因是因為二段的範圍比較大就能訓練會考的大範圍提醒 最後我們希望說運用所學的不只是要在考試上 也能像外國有一些國家應用在生活上 那最後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這個報告是由八年前班王阿倩 黃怡婷還有八年前班林文傑 八年前校班黃博軒以及八年前班業家和共同合作組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巴黎晴班跟巴黎校班帶來的專題研究 接下來呢 謝謝克蘭 謝謝